7月19日,中兴设的国事直通车账号发文, 称此前北京广告协会明星代言规范工作委员会官方公众号发布的 关于对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舆情发酵的风险提示现已删除, 此事引起了蔡徐坤粉丝的广泛讨论。 据悉,该公众号7月1日发布, 艺人与主播舆情监测协同实验室发布, 关于对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舆情发酵的风险提示称, 近日,中国内地男歌手蔡某某事件逐渐发酵, 该事件有进一步炒作及扩大趋势, 请相关品牌方演绎经济公众